芽菜扣肉的做法 五花肉500公克 芽菜100公克 白糖0.5勺 水淀粉适量 酱油1勺 盐0.5勺 蚝油1勺 葱花适量 一芽菜提前用水浸泡4小时以上 二五花肉用水煮30分钟 三凹出粒干水分 四在肉皮上刷上酱油 多刷几遍 五锅中放适量油 将五花肉肉皮朝下榨一下 六炸制的过程油会到处乱崩 切记一并千万盖上锅盖 七肉皮炸至金黄色 表面起泡捞出放入凉水中 扒凉透后捞出切部骗我刀工不行 切得乱七八糟 九将切好的肉麻好肉皮朝下放入碗中 十锅中放适量油 放入葱花爆香 十一放入芽菜翻炒 十二加入适量水 放入酱油蚝油糖盐 翻炒均匀 十三将炒好的芽菜放到五花肉上 放入蒸锅蒸一个小时 十四将蒸好的肉壁出蒸出的汤汁 十五五花肉扣入盘中 十六将壁出的汤汁倒入锅中 勾入适量水淀粉 将汤汁收浓 十七将汤汁浇到扣好的肉上 就可以上桌料小窍门炸肉时 切记一定要盖上锅盖 好 好